今天早上,有一个物业代理到公司黑谈业务,他穿得比平日光鲜。我口多问一句是否大屋搬小屋。原来真的事,物业代理买了一个车位式单位。很难多放集物或者衣服。他只是留了两三套新西装与户衣。 再加上一些日常衣着。他亦早有打算,西装衣裳等着够了变形调。所以,他的衣着反而比以前更加光鲜。那位物业代理亦曾经尝试过租一个迷你仓。但好像有入没出。入得迷你仓的衣服很少再用。每月又要交三四千元仓租。倒不如将打算搬入迷你仓的杂物形调。 省回仓租已经够买很多新的衣服。老实说,他的方法的确实用。用几千元租一个放集物的地方的确不化算。 日本东京市劏房始祖。那里的人士不会租用迷你仓。如果不舍得,千万不要买车位式单位。